哈喽大家好,我是老卢 我们这一节课程中讲的是第三章的第五节课程 我们看一下会讲有什么内容 如何监控相关的这些数据报告 那么我们开始引入了数据报告 对吧 我们把PVT放大 我们看一下会有一个什么样的 最开始的是一个数据报告 通过百日推广后台的一个数据去查看 去监控我们的数据 那么我们返回来看实际的 光这张表的话我们不去讲太多 点开 这个是中国站长的 CNN站长的 我们把它关掉 在这个位置有些人找不到它的数据 点击进入 点击进入最后的话 在最右边 最右边 这个位置有一个推广报告 点开推广报告这个位置 看到了吗 有定时分析 还有什么 左侧 还有趋势分析 还有账户的报告 那么还有排行榜 还有地域分析 还有搜索词 还有其他报告 那么这些报告的话都是去监控我们数据的 首先我们打开 第一个 数据盖来 数据盖了 在这块的话是没有数据的 因为我们这个账户的话是没有上限进行推广 我们完成了之后 这些数据我们可以通过在右侧这个位置选择下载 这一块选择下载 这一块的话是发送到邮箱 就是有些老板说 说刘你把那个数据的话直接发原文本发到我的这个邮箱上对吧 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位置发送出去 这个比较简单 那么分时分析的话 也就是说是在今天 或者是说是昨天 昨天的一个计划单元关键词创意的一个 在某个时阶段 它产生的展现点击消费 这些数据产生的一个监控是什么样的 那么这些来去查询 还有一个是什么 左侧上方排名 排名前删的是多少呢 对不对 那么在第七第八对吧 每页的话最多可以写是20个 那么这个数据的话可以调整到50 可以调整到50 这一块的话是趋势分析是账户报告计划报告什么大约报告啊 这些都有 那么通过这些去监控我们的数据 还有一块怎么去监控呢 搜索值报告这些也是监控的 那么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 我们打开我们的推广后台 在这个位置 也许我们还是看到一个工具 叫监控文件夹 监控文件夹 我们看一下没有监控文件夹 我们打开工具中心看一下呢 好 我们找一下 有没有呢 在这些有智能转化 转化跟踪 那么这些工具哈 你都可以去使用一下 转化跟踪 电话的转化 网页的转化 网页的转化 选择昨天选择的范围 点击和消费 这些都是可以去选择的 然后选择完成之后 筛选这个条件之后 然后点击查询 这个比较简单 那么还有我们返回来看一下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数据呢 我们往下拉 往下拉 已经拉到底了哈 哎 刷新一下 工具中心 往下拉 还有数据报告 数据报告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那个 还有一个是什么 竞争对手分析 这些都是做数据分析的一个监控工具 除了这些的话 还有什么呢 接控文件夹 接控文件夹在哪一块呢 选择我们的推广这个位置 然后在这个位置有看到 有一个监控文件夹 在这一块 倾接一个监控文件夹 在这一块 重新命名一下 SEM SEM 还有一个是高消费 这些数据的话是有转化的 或者说啊 转化数据 这样可不可以呢 按下Enter就可以的 然后选择增加什么 选择增加 增加什么呢 继续增加也可以的 如果你不想要 可以选择删除 看到了吧 然后你看一下 有转化的这个 当我们点开这个的时候 里面有什么 没有监控数据 没有监控的东西 然后我们打开 下载数据 下载数据的时候 这一块有一个推广报告 推广报告的话 我们找到一个什么 叫找到SEM 找到关键词 找到关键词 空锤 假设这几个 这几个 这几个的话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选择这一块 看到吗 监控关键词 选择监控找号数据的关键词 OK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到有这个关键词了 以监控的关键词 看到了吗 我们监控的关键词可以看到什么呢 访问网址 访问网址 然后还有这些数据 还有这些数据 完成了之后 还可以在这一块选择分析 通用分析 效果分析 这些我们就不去一一的讲啊 看到了吧 那么这些的话 还有在推广后台 我们再来看一下可不可以看到呢 这个的话经常有人去问我啊 然后选择推广后台 看到了吗 监控文件夹 看到了吧 监控文件夹 哪些是监控文件夹的 你也可以选择在这个位置新建啊 看到了吧 在这个位置新建 新建什么呢 服装设计 啊 打块 教程 或者是说 切三 排名 稳定的 关键值 这样的话是不是越多啊 写的越详细 你越能给你很明确的知道这个文件夹里面放的是什么内容 然后把这块找到我们这些 找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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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点击确定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哪些数据的话是增加到前三的 或者是说选择账户中选择批量中 批量选择账户中选择或者是说是在批量增加挂加词这些都是可以的 这些都是可以的比较简单 那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呢 记住我们每一节课程讲的时候 我们 你们记得一定要在后期 根据我们的课程每一节课程的详细的去做练习 啊 详细的去操作 详细的去操作 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呢 通过那些去监控的话 还有通过百度统计 百度统计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哪个位置呢 通过这个位置进入 还可以通过这个位置统计 百度统计的百度.ca 这个位置也是可以的 看到了吗 这里的进入的话 跟我们在这里面进入的话是一样的 我们就不去重复的进入 啊 然后选择搜索推广 搜索推广你要监控什么 你要监控的数据的话 你可以选择你要想监控长看 计划的单元 关键词创意或者是说搜索师或者是推广优的 这些东西可以去选择 当我们选择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再往下这一块的话是一个柱形图 点击量跟展现的柱形图在这一块 那么这一块的话是正在数据加载 也许的话产生的是没有数据的 因为我们这个数据或是没有增加 有可能是什么 你的网站的时候生效的话 那么你没有增加统计代码 然后选择增加统计代码 然后等20分钟或者说8个小时之后 你再来查看这个数据 那么你在这个位置 你就可以看到有展现量 点击量 点击率 跳出率 这些 假设有些人我们想看移动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在下面这个位置 你就可以看到的是移动的数据 在这个位置展示 这个比较简单 然后有些人我想看那个更加详细的数据 选择自电一列 看到吗 这些是不是监控的 监控的 那么筛选的条件是什么 高级筛选我们选择的是移动设备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移动设备的数据 移动上面的展现量 点击量 消费 点击率 平均点击率 那么它的指标的话是有网站的指标 还有一个是流量质量的指标 还有转化的指标 还有什么呢 移动搜索页的一个指标 那么移动搜索页的指标的话 那么这一块是移动搜索 肯定是这一块是比较多的对不对 这个位置 对吧 那么这里的话我就不去重复的讲啊 这个比较简单 需要你们重复的去选择跟操作 选择操作 那么除了这个工具以外 还有什么工具呢 还有什么工具呢 工具特别多啊 然后我们可以在百度里面去找 也是一样的啊 统计 网站统计 第一个肯定是什么什么其他的啊 然后友萌 这个的话是之前叫 CN站长 这个的话可不可以呢 可以的啊 为什么又被我关掉了呢 那么打开看一下还有百度统计的 还有五一拉呢 还有一个是站长统计 站长统计的话就是就是变成了有萌的那个了啊 那么看一下 五一拉的这个的话你们自己去增加自己去统计 还有什么腾讯分析 还有腾讯分析 还有腾讯分析 那么这些的比较多啊 我们就不去一一的去讲 把你的QQ登录这一块就OK了 把代码增加进去啊 这个比较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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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什么呢 我们把这块增加进来 然后这块是已经登录了 我们选择个人中心 或者是说选择产品 产品的话有很多 第一个就是说统计分析与服务 还有个是行业分析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是在APP的呢 还是UCU 啊 这一块微别是说是网站的意思啊 然后这块的时候APP的 好那么我们点击这个 这个的话就是之前的一个站长统计嘛 然后选择立即使用 好选择立即使用 好现在的话就可以看到 我们选中我们增加的网址 如果你觉得没有增加网址的话 在这个位置 增加你的站点 增加站点把你的站点名称 然后域名 然后是首页的网址 然后网站的类型 然后介绍 然后点击确认增加 增加的时候 他会有的代码 把代码增加到你的网站推广后台 我就不去重复讲 这个比较简单 你自己不会弄的话 那么你可以百度一下哈 这一块了是不是可以查看 然后传开报表 或者是说选择设置一些相关的信息 那么产生的代码 我们看一下在网站的概况 站点统计设置 你看一下以授权 站点什么什么 以开通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在这里面 选择 统计代码 在这一块 你增加到你的网站上就OK 这一块网站统计 今天的统计是有多少 那么今天预计 那么此时 那么昨天的这个时候是四个 那么历史最高的话是66个是在5月12号的时候 对吧 那么历史累计统计 那么这一块的话是什么呢 是网站的概况 这一块是访问的明细 访问的明细 是通过什么来的 那么当时在线的是有多少 也就是当现在此时此刻在线的是有多少人 在你的网站上 这些都可以去查询到 那么还有什么呢 是搜索值 这里说的搜索值的话是SEO的一个把块的 他不是一个百度推广的 所以有利有有弊啊 搜索值是什么 哪一边 通过哪里呢 百度360搜索谷歌 对吧 流量分析 这些的话每一个都可以去作为监控数据 还有什么呢 热点图 访问的地区 端 中端 中程度 人群的价值 流量的地图 行业的数据 行业的指数 那么还有什么 自定义的一些访客 都可以去设置 如果你对代码这些不是很清楚 你可以查看下面的有个帮助 哎 这个没有帮助啊 在这个位置有个帮助 有个帮助 这些报表都可以去下载到桌面上进行分析的 如果你想查看无线端的流量 看到了吗 有无线端的流量通过什么访问呢 这些都有啊 移动设备 或者是说通过审码搜索 通过审码搜索 或者是APP访问 如果你没有APP的话 那么这一块是没有数据的 这是无线端的 所有的数据啊 所有的数据 这个比较简单吧 但是这些数据的话 我们就不去教你怎么分析啊 因为这个 各行各业啊 大写伸手 只是告诉你有这些渠道 有这些方法 好了 那么关于这一节课程的一个内容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程中 或者说下一章节课中 我们继续讲解 谢谢学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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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